你们好,欢迎跟我一起学习汉语俗语与文化。 今天我们学习 一年之际在于春,一天之际在于晨这条俗语。 跟我读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春是春天,季是计划 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 植物一般是从春天开始生长 所以人们觉得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一年之际在于春,就是一年计划的实际进行 要从春天开始 晨是早上、早晨 一天分为早上、中午和晚上 早上、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一天之际在于晨 就是一天的计划的实际进行 要从早上开始 无论学习计划 使用时可以只说前半句或者后半句 比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农历的新年才是一年的开始 用这个俗语就可以这样说 人们常说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再比如 下面是母女两人发生在早上的对话 妈,为什么这么早叫我起床呀 我想再多睡一会儿 苏怀说 一天之际在于晨 你今天下午不是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吗 早点起床 准备一下吧 好,我们做一个练习 老师希望学生好好利用早上的时间学习 学生问 老师,为什么早上被生词好呢? 如果你是老师 用这个俗语怎么回答呢? 准备好了吗? 开始 你可以说 同学们 人们常说 一天之际在于晨 要想学好汉语 最好从早上开始 好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你的朋友总是说 我已经做好计划了 明天就去做 第二天 他又说同样的话 如果你想劝朋友 对未来早做打算 你怎么说?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你可以说 俗话说 一年之际 在于春 一日之际 在于晨 只有早点开始你的计划 才能更快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学们 你希望早点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那一定要记住这个俗语呀 好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次客 再见